菲律宾中正学院校友总会为出席母校中国校友会成立即就职典礼的庆贺团举行授旗仪式 菲律宾中正学院校友遍布全球除了菲律宾国内南北已成立了分会或联络处外温哥华 美东 美西 香港 台湾 新加坡等校友会也先后成立了 共有30个分会和联络处近年来旅居中国的校友们渐渐增多 校友总会指导员许俊荣 叶启明校长和会长李锦斯等及时与他们联络 鼓励并协助他们创立分会 经数月积极筹备下 正有中国校友会将于8月31号假作福建省泉州晋江宝龙大酒店 举行成立即首届职员就职典礼 为深表庆可增进情意 凝聚中正人的力量 校友总会应邀特组织企客团一行70多人 由会长李锦斯 副会长施纯永 施玉娥 蔡清柱等亲自率领 将于8月26号启程赴静江参加出席盛会 共襄盛举 校友总会已8月15号晚 与母校中正纪念堂举行授旗仪式 校友总会指导员许敬荣 副董事长及叶启明校长 常务咨询委员曾国祥 郭斌颖 施智雄 咨询委员曾经成 蔡申志 柯仁毅也出席参加 李锦斯会长在致欢迎此时表示 这是本年度第四次出访海外分会并参加职员就职典礼 这次出行 除了顺道游览武夷山 青山绿水秀丽风光 还将于8月29号参加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授牌于菲律宾中正学院 为中文学习测验中心的授牌仪式 母校董事会董事长陈奕维主持授旗典礼并致词 他指出 二十多年来 在中国工作 经商的校友们年年增加 的确需要组织校友会 使他们能够互相扶持 建立完善的体系 回馈母校 希望中年重年的校友们能负起责任 协助母校推广校舞发展计划 推进行动发展 全团七十多位团员将于8月26号上午 乘搭飞航班机前往厦门 届时校友们欢聚一堂 场面热闹 必有一番盛况 新客团将顺道游览武夷山几天 于9月1号返飞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